因为雷物斯事件同情学生而得罪了中国大陆当局 现在出走美国的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叫做许家屯 6月29号凌晨在南加州的家中辞世享年101岁 他的子女还有亲属陪伴在旁边 只是当年来美国避祸一待就是二十几年的时间 许家屯最终还是没有能如愿回到中国 而在美期间许家屯他一直都是心系在中国 曾经多次都向中央要求要回国但都遭到拒绝 即使他的老婆2004年在南京过世 他也不能够回到中国来办理后事 而许家屯的功过历史将有评断 不过离家二十多年都不能够落叶归根 却成为他一生的最大遗憾